北京时间11月3日,WTA珠海网球精英赛,结束了女班半决赛的争夺,递不进入半决赛的中国一届王强,直落两盘6-26-0横扫两届大漫冠冠军慕古卢渣, 创入珠海精英赛决赛,在首盘2-2战平后,王强打出连胜时局的残暴攻势,直接锁定胜局,这是王强职业生涯打进过的最高级别赛事决赛,决赛他将对阵阿徐利巴蒂,原本王强在赋予凯斯之后,小组排名第二无缘四强,不过戏剧性的是,凯斯在获得晋级资格后,在比赛开始强两小时, 突然因为左击伤势退出赛事,因而获得小组第二的王强递捕获得四强名额,将面对穆古鲁扎,小组在中,穆古鲁扎取得两战全胜,分别击败了赛瓦斯托瓦和张帅, 而王强在首战一到二负与卡萨基纳的情况下,第二场RB逆转击败凯斯,正是凭借这场胜务力,王强被幸运女神眷顾,得以获得参加半决赛的资格。 两人此前交手一次,发生在上个月的香港公开赛,当时王强三盘迷转对手取胜,第一盘,两人在前三局各自爆发, 第四局,王强再发球局,挽救两个破发点完成爆发,第五局,王强和穆古鲁扎展开饶战,穆古鲁扎虽然先后挽救了两个破发点, 但面对王强强劲的底线进攻,穆古鲁扎终于在第三个破发点失守,王强取得关键性的破发,三比二领先,王强轻松爆发第六局后,在第七局再次发难,这一次再挽回对手, 第二局点后,王强连得三分再次取得破发,直落四分爆发第八局后,王强六比二取胜手盘,第二盘,王强在首局延续了手盘的强劲攻势, 在对手发球局连得四分完成破发,第二局,王强轻松爆发,第三局,穆古鲁扎已经显得有些慌乱,王强几乎上瘾了和手盘第七局相似的戏码, 再挽回局点后,王强再次完成破发,三杠令,此时王强已经完全是不可挡,第四局王强轻松爆发,第五局,王强轻松的再次完成破发,随后王强六杠令轻松拿下第二盘, 二比零取胜晋级决赛,这是王强职业生涯期间为止,取得的最重要胜利之一, 朱海精英赛的决赛是他职业生涯,打入过的最高级别的决赛, 祝王强在决赛好运。 朱海精英赛的决赛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